Omicron新病毒事實上在美國 已經直接進入社區感染 但是幾個外電新聞追蹤 他的症狀可能有點類似感冒跟流感 那這個我請教李P 這個病毒是不是傳染力特別強 但是他相對輕症化 對我一直覺得說 一開始新冠病毒出來以後 全世界人對他沒有免疫力 所以他的殺傷力很強 但是久了以後 他有可能會感冒化 我們看那個其他專家 世界上其他專家 他們其實都說是流感化 流感化跟感冒化不太一樣 流感化就是說 他會慢慢的降低毒性 但是他每兩三年一次突變 他還是會造成相當大的傷亡 所以你每年都要打不同的流感疫苗 來預防他的突變 這是流感化 這叫做流感 感冒就是說你曾經得告一次以後 你就是會有交他免疫力 然後這個病毒再怎麼突變 你都是無症狀感染或輕症感染 你根本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就變成所謂的終身免疫 你不需要不停的去打這個疫苗 那我一直推測說 這個新冠病毒以後可能會感冒化 因為畢竟他就是冠狀病毒的一種 那我們現在有引起人類普通感冒的四種冠狀病毒 那我們研究也知道說 這四種冠狀病毒 他也是不停的突變 我們也是不停的會重複感染 但是他都是輕症 那我們也不需要去處理他 那新冠病毒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免體那個免疫系統 完全不認得他 所以他會造成那個重大的傷亡 但是逐漸的他是會 可能會變成他的兄弟姐妹 那四種冠狀病毒一樣 就變成引起普通的感冒而已了 那像上一陣子 我們那個看到說 解答病毒出來的時候 哇 我們就新聞界說 這是大魔網禁出現了 我們好害怕 可能就是要加強檢疫 中秋節不可以烤肉 中秋節不可以烤肉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不烤肉還不是在家裡吃飯 你只是沒有在陽台上面烤肉而已 好 那解答病毒 其實我那時候觀察 他就是有輕症化的趨勢 因為美國 以色列 英國 他們都是有一個解答病毒的一個高峰 可是他的死亡率 比如說他以前的那個病毒 是死亡率這樣子 可是他現在死亡率是這樣子 雖然他有起來 但是他死亡率是減少 那另外現在我們看到的 那個Omicron病毒 他也類似這樣子 也是輕症化 你去看南非的流行曲線 他的流行 南非的流行曲線 就這樣子 他的疫情個案數是這樣子散了 可是他的死亡數是平的 就沒有明顯的上升 他就是死亡率有減少的趨勢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觀察的 就是在ZETA病毒 在英國的研究裡面 他說他流鼻水的比率 比原來的病毒多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指標 流鼻水 一開始 那個新冠病毒一出來的時候 他主要是 輕患下呼吸道會引起肺炎 所以他有很大的一個 傷亡的比率 就下呼吸道感染 那時候統計 那時候中國的統計 一開始大概就是 只有百分之五的人 會有鼻子的症狀 他直接就跑到你氣管去了 所以他傷亡會比較大 但是英國那時候的研究 ZETA病毒 他的流鼻水症狀變明顯了 咳嗽變少了 那最近我看那個 對於Omicron病毒的一個症狀統計 美國沒有Clinic的樣子 他做了統計 他發現說 那個Omicron病毒的流鼻水比例增加 那就表示說 這病毒好像是被我們阻擋 在上呼吸道了 他沒有進入下呼吸道 他對我們的傷害就會比較少 我們從死亡率的變化 還有從他症狀的變化這兩點看起來 應該是說 整個來講這個新冠病毒 逐漸演化成輕症 就是像他的兄弟姐妹 那個四種因此感冒的 普通冠狀病毒一樣 他慢慢的症狀會減輕 但是他現在還是一個重症 跟死亡比率超過流感的一個病毒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 跟他共存 他到完全說 他的死亡率跟重症比率 如果能夠降到很低 甚至是低於流感的話 那麼他就是會變成一般感冒一樣了 這所需要的時間是多久 不太知道 那我問你 那我們一般人已經施打完整兩劑疫苗之後 真的有必要打第三劑嗎 就是說我們要預防 那個變種病毒的侵入的話 打第三劑可能是一個好的策略 因為在美國以色列這些地方 他們有接打病毒以後 他們就開始打第三劑 那他們的研究是看起來是說 你打了第三劑以後 你的抗理會再度拉高 比第二劑還高 很高的時候 他對於變異病毒 就會比較有一個交叉保護的效果 他可以提供可能五十到八九十 percent更高的一個保護效果 所以為了因應變異病毒的入侵 所以我們才會說我們也是開始要打第三劑疫苗 當然這個是有點是一個自願的形勢 我們並沒有勉強所有的人要打 那我們目前是局限在高風險族險 包括老人家是高危險比較容易重症 包括醫護人員啊 機組人員啊 他高風險暴露在病毒感染的情形之下 那我們就是優先讓他們去打第三劑疫苗